大陸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 尤其是鋼鐵等大宗商品價格飆漲 大陸通脹來臨的聲音也隨之越來越強烈 但在中共內部對通脹是否來臨及應對政策則有意見分歧 在過去兩星期 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 接連兩次討論大宗商品價格和供應 稱要補公穩價 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5月23日 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發布 國資委 市場監管總局 證監會 這五個部門聯合約談鐵礦石、鋼材等行業 具有較強市場影響力的重點企業 並警告這些企業 不得團職居期、控托價格 對此 《香港經濟日報》表示 中共此舉顯示 國務院認為問題有點嚴重 問題已經火燒眉毛 要拿出對策 而中共內部 對決策層有影響力的智庫平台 對大陸有沒有通脹 和意見分歧 這種分歧具體表現在 對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判斷上的不同調 該部於25日刊文分析 中共傳統可控派認定 推動當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主因 是疫情導致供需錯倍 不具有可持續性 應變派認為 這次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與過往非常不同 而是有發達經濟體 與中國脫鉤等三大新背景 令大宗商品市場變化複雜和持續 與此需要應變措施 才能夠度難關 面對大宗商品價格飆升 中共採取行政手段 打壓企業 來控制市場價格 這個方式遭到業內人士的抨擊